以前在家里山上有个石头很危险的凸出来很高 然后大人都说不要爬那个石头 我们就爬了上去 然后下不来 然后后来使另外一个大人在下面 花了很长的时间 知道我们怎么下来 真的吓到了 那你还在爬那个石头吗 我后来再回去看 我有去缅怀这个石头 结果已经不见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 很讨厌听那样子的说法 老派艺人啊 还是老艺人这样子 那后来终于了解到 原来我真的是老了 现在已经不太在乎了 应该是女儿比较多一点点 有吗 儿子在哭 儿子在哭 没有 有时候当个男人嘛 就应该承受一下这种压力 不该挺的 有没有 有没有最不想再唱一次的一首歌 我很多歌都不想唱 我数给你听好了 刚提到了新的方向 没有 我都喜欢唱 都没问题 可是你看新的方向 然后我还喜欢 朋友花心 顾着男妹们刚才讲的 太多了 太多 我要唱还是要唱 而且我唱得比以前好 可是问题是 都很想去找到 适合我的性格 请注意 请注意少年 呵呵呵呵 很难吧 很难吧 靠前 哈哈哈哈 想要请华健哥 帮我们照这个表情报做 好 第一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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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我看很多次了 这个 哈哈哈哈 这个 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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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很多啊 我刚前面一个就是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下一张哦 好 哈 哈 哈 我觉得我后来 彼此看得越来越像 哈哈哈 一定要支持这张新专辑的三个影片 第一个因为我年纪大 再不买就没机会了 不是买不买的问题 我现在就很难 真的要求人家去买实体唱片 大家都理解 我现在甚至 我手边有实体唱片 我送给一个朋友 其实我都很不好意思 他家里都没机器可以听 可是我们的确是 有希望用这个角度 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把它做得非常精美 它真的是一个收藏的纪念品 那如果你是一个唱片爱好者的话 这是一个好的 一个很深值的 很值得你收藏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实体唱片 那更重要当然是内容 内容是 我很有自信地告诉大家 如果你曾经听过我之前的歌的话 你现在请你进入我这个新的世界 看看我这个成长后的华谦 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推荐你在做了一些歌剧 其实从那个时候 我一直在酝酿 我到底怎么样去做一些流行歌给大家 在给你感觉到我是一个流行歌手 常常挂在嘴边说三年 这唱片做了三年 真正的原因是在三年前 我们真的找了一个正式的一个 很有经验 很棒的唱片计划 从三年前跟他一直在谈 这个唱片到底要怎么做怎么做 直到后来我们回头去看 就一年前才开始找到了 我们知道要什么了 然后我们才慢慢坐下来 大概在半年前才把这个唱片完成 我曾经有一阵子非常骄傲的 他们说谁谁谁的歌迷都很年轻 歌迷了 其实最年轻的歌迷是我的歌迷 为什么 因为你两夫妻结婚生了小孩 婴儿就来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听听看我这张新唱片 我知道我们就这样一块 这样说好了 大家就这样看着我长大 我也这样陪伴着大家长大 如果有机会在有现场演出的时候 真的是一家大小全部来欢迎 然后很想看到你们成长的过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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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